首先多謝岳牧師給我和幾個姊妹 一起去荷蘭教會服侍和學習 在未去之前 一直託告 因為神學院那裏要上學 可能都要請假才可以去到 然後求問神的時候 神首先在經濟上 是祝福我去這個旅程 因為我是想做一個奉獻 神就足夠了一筆錢 是我意想不到的 而餘額是剛剛購買了一張機票 和少許花費 我相信都是神的心意 之後就希望在服侍當中 看看神會否有帶領我們的方向 我發了一個夢 神就透過這個夢 給了我一些訊息 在服侍方面是哪個方向 因為我們都可能有很多教導要預備 看的時候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教導 但哪一個人適切對方 我們就希望神給我們一些大靈 讓我們可以祝福到那裏的弟兄姊妹 去到時候 其實我有這個旅程 我去的時候 我主要是想祝福和幫助那裏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希望帶到一些啟發給他們 都是希望這個方向的 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 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去這個旅程的時候 原來自己都有很大的得著 去這個旅程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體會 又有很多的感受和都有經歷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 在一個服侍當中 我就 體會到有聖靈的充滿 聖靈的工作 帶出來的服侍的果效 或者在那個服侍當中 神給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謀略 或者讓我們一個神可以很真實地 去經歷到平安、喜樂、輕鬆 這樣可能有很多很大需要 來到很大需要的人 很憂傷 或者當時環境很困難的時候 即時就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我第一個服侍的就是 很奇妙 神就感動我去為 其實我們是 阿信玲、阿Joyce 我們就是為一個姊妹去服侍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信仰上面 有一些不肯定的 我們就大家在這裡 看看如何去幫她 去到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說不是太清楚 即是聖經裡面的一些經文 我就跟她分享 但是當時我就沒有經文 我純粹是跟她在這裡說 說聖經 如何去看那個聖經 Joyce就領受到 神就給她這些經文 給她經文的時候 Joyce就走出來跟我配搭 所以其實姿體就是回相配搭 神就知道我們的不足 那個姊妹立即過來 就領受了這些經文 說給我聽 然後我就解釋給她聽 在途中就是 她後來分享完殺手的經文 她是即時我們感覺到 她是已經 拿到救恩的確據 即是明白了 已經解答了她很多問題 她跟我們分享 她就說 在她的左手邊的時候 即是Joyce的左手邊 Joyce說任何東西 她的左手邊的耳朵 是好像封住了她聽不到的 但是我坐在前面 Joyce就給我經文 其實她聽不到Joyce 如果Joyce跟她分享 即是教導引導啤 我在她前面跟她說 她就全部聽到的 但她在她的左手邊的時候 她說好像有些東西封住 她是聽不到的 但是Joyce給我經文 我就跟著跟她說 她就很明白很清楚了 然後結束之後 她看到她是很真誠地 立即抱著我們 抱著我們很開心 我就覺得很大鼓勵 還有是 有神 跟我們一起有 有聖靈的工作在當中 我就覺得其實 那個服事會 是容易 覺得是容易了 即是會覺得是容易了的 而且是真的看到我們自己都被鼓勵 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在我們服事當中的情況 另外一個我就意想不到的 神在服事的過程裏面都醫治我 有一個姊妹 她說出她的難處 就跟我之前的經歷差不多 其實我都很怕 一直都很怕 跟別人分享我關於家庭 或者是婚姻的見證 我自己都沒有什麼勇氣 其實 但是當中 因為那個姊妹很大需要 而她說的時候 真的我都是有這個感動 因為都是差不多的經歷 我就有勇氣 分享了我的經歷 讓她看到 神在我生命裏面 如何帶領我 在這個困難裏面 她都很感動 我也多謝她回頭 就是因為 她 我當時回頭 因為她 她真的令我很勇敢 可以突破到這件事 在這個服事裏面 另外還有一個姊妹 就是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如何去安慰她 因為她當時的困難 就是我相信如果 是我自己有這個困難 我也覺得不知說什麼去安慰 但是神很奇妙 就是我其實去之前 我不是想祈禱神給我下雪 是有什麼的 而是我的心 是有一個很熱切 很想下雪 就是很想荷蘭下雪 有一天我去吹的時候 可以有些雪降下來 然後我就接著雪 我就很熱切 但是我也沒有特別期待 說一定要下雪 我就上網在天氣那裏看 那幾天我們服事的時候 天氣會不會下雪 其實全天氣都不會下雪 但是寫有一天可能會降雪 但是我去到之後 那天是陽光補照的 就沒有可能下雪 然後就打算不下 那沒有就算了 誰知道在最後那天 突然間是 重要的是我們一直都是教會服事 是不會出街 又不會遊覽 又不會去買東西的 但是剛剛剛剛 就在師母和我們出去 是有一段路 就是讓我們去買少許東西的時候 那段路突然下雪 那我一出去見到雪 我很開心很興奮 接著在下雪的時間 我簡直是忘了 整段時間不買東西的 沒有買東西的 全部在玩雪 然後很開心 那就去到 這個姐妹 突然去服事她的時候 就神給我這個感動 我就跟她說回 為什麼我下雪 會對我這麼大影響呢 就是神就給了我一個醫治 那因為我是 在愛國的時候 正正下雪 第一次見到下雪的時候 我很興奮走出去 接著就是降雪下來 我就用手摺著雪花很漂亮 融了在我的手上 很開心 但是第二下呢 我見到對面有一對 男女朋友走過 就在那裡玩雪玩得很開心 之後又見到一大群朋友 在那裡 見到那些玩雪很開心 那一刻我是只有一個人 而且當時我的婚姻 是有些狀況 我女兒和我老公都不在我身邊 那我當一刻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而不斷流眼淚 然後我就立即就回家了 從此我很喜歡降雪很開心 但是回憶是不開心的 誰知道在那一刻 他降雪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 就是很開心 我的開心已經很像醫治 我取代了以前這個不開心的記憶 然後我就用這個 落雪去鼓勵我姊妹 她就跟她說出了她的心情給我聽 她就覺得她的心情是 說到她的心情 我就從這個心情回應她的感受 還有帶她託告 我看到她之前 她的眉毛是皺得很緊要 簡直是鎖住 但是在祈願託 跟她談完之後 是看到她簡直是鬆了 整個眉頭是鬆了 我很感謝主 我也很被鼓勵 而且我覺得神的醫治 就不是靈裡面的醫治 就是靈魂體 她都醫治 為什麼讓我落雪呢 因為落雪我出去 我原來笑得很厲害 在外面笑得很厲害 而且在我來服侍之前那天 主要感動我哭得很厲害 我現在又會哭又會笑 除了在靈裡面是一個醫治 但是原來我們身體上 因為來之前有些問題 我是直接感覺不到 感覺不到開心和不開心 而且感覺不到別人 就是耶穌的愛 感覺不到他愛人 我覺得最大的給我得著 這次就不是看到神跡還是什麼 神跡是要來證明所存的道 讓我們去到耶穌的面前 我們是知道祂是真的神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動力 就不是說 因為神跡是令你那一刻很興奮 那一刻好像覺得 即時你經歷到神很真實 但是讓我繼續走下去 激勵我一路去服事一路去改變 就是神的愛 就是神的愛就是 首先愛我 首先醫治我 然後激勵我 讓我受懸養不絕的愛去愛人 我覺得最大的祝福就是 感受到神的愛 抹在神的愛 以及我能夠去愛 最後的鼓勵是什麼呢 這個就很神奇 我們這麼多天都服事 我們酒店的床頭是白色的 全部都是白色的 然後是床 很簡單 最後一天我們不知為何 服事員回去 突然間 牆上的幅畫 是跟那幅牆一樣 這麼大的一幅畫 然後那幅畫 就有很多家屋 還有黃金的顏色 照在街上 我們都說是填寶 為何誰貼複的東西在 還是我們都不知道 到我真的睡到床 那一刻的感覺 就覺得 好像神是好起於我們的服事 他在天上 為我們預備的家鄉和房屋 好像那個黃金街壁玉城 即是天國那樣 那很大的鼓勵 為何神會給我這幅畫 是一個很大的醫治 因為我第一、二次情緒病發 我都經歷地獄 所以我有這個恐懼在 就算我怎麼服事都好 當我有片段去那裡的時候 我始終是有一個影響 但是神在那一刻 真的好像畫那一刻 是天國 即是天堂 取代了你之前經歷的地獄 這是很大的醫治 是恐懼的醫治 令我知道 他在起於我做的事 真的覺得神的同在 真的很真實 還有最後 不好意思 都說了最後 就是今天 我突然間 在荷蘭買了手信回來 就是一段劇 我不知道裡面 原來是可以種花的 我以為是一個裝飾品 拿了回去之後 然後一開出來 原來他可以放泥 有種子在那裡 還有水 然後他就會在那個劇中生出來 然後今早起床 我突然看到那個劇中 劇中裂了 神就給了我一些啟發 即是給我體會 明白一些東西 就是你有泥土 你的好土壤 你的生命有好的土壤 你有種子 你淋水 有陽光 它自然會生長 即是說我們信主 是這樣的 生命自然 你是有看到的 它裂開了 就好像說 它裏面的營養 各樣東西來到的時候 你根本就會 一定是賺爆了 那個木劇 令到它 好像我們的生命 很多東西破碎了 然後我們那個生命 走出來是看到的 即是不會說 是有生命的種子 在裡面 而是沒有反應的 不會的 即是我體會到這件事 很深 就是我們的生命 即是說 是得救之後有果子 即是那個生命 即是很大啟發給我 所以我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完全沒有預備 都不知道說什麼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很多體會 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希望 鼓勵祝福到大家 有心服事的 都是 即是只要你願意 和你真心 是真的願意給神用 即是你的環境多困難 或者你現在的狀況多困難 其實都不會阻礙神的能力 即是神是可以超越衝過這一切 所以張榮耀歸給主 好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